妈,谁啊? 妈 燕子,你怎么回来了? 妈,这里是我家,我不回这里,回哪里啊? 你不是出去创业去了吗? 怎么?混成这样了? 妈,我在外面创业失败了 没有办法,我只有回来了 哎哟,创业失败了?你回来了? 当年怎么跟你说的?不让你出去,你飞出去 现在失败了,回来了是吧?滚 妈,我当时不是想着能挣一些钱贴补这个家用吗? 妈,你让我走,我能去哪儿啊?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看你混成这样,在外边不知道差点多少块钱呢? 妈,回来,就是脱离我儿子是吧?走 妈,你不能这样啊 我就这样怎么了?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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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妈 你说我干什么?混成这样,还有脸回来,等我儿子回来,就给你离婚 妈,妈,你看这么下着雨呢,你是不让我回家,你让我去哪儿啊? 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你今天,就是在这儿临死,我要把你追门儿 妈,你现在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行啦,不给你废话,你在这儿临死我儿子 你在这儿临死我儿子 你怎么在这儿淋雨啊?走啊,快进屋儿 奥迪,你可回来了,是咱妈把我赶出来的 什么?我让你进屋,没事儿燕子,走,咱们进屋 来,燕子,快进来 来,燕子 燕子,你在这儿等下,我去拧着毛巾 来,燕子,我给你擦擦 燕子,衣服失了没有,给我脱下来换一下吧 没关系的 燕子,你快给我说说,这怎么回事啊?妈,为什么把你赶出去啊? 还有,你怎么穿这一身啊? 我爹,你也知道,我在外面创业 可是,我投资失败了,公司破产了 我现在欠了一大笔账,这妈知道了,就不让我进家门 还让你跟我离婚 什么?咱妈怎么能挣了呢?这也太过费了 燕子,你放心,你不是欠块钱了吗?这几年,我中果树也挣了点钱 这个债,我帮你还 燕子,你欠了多少钱? 奥迪,是我欠的,可有五十万呢 五十万? 燕子,你先别急,等果子熟了,我就把它卖了 要是不够的话,我就把这个房子卖了,给你还债 奥迪,那可是五十万呢 你真的愿意帮我,不怕我拖累你吗? 燕子,你说什么呢?咱们可是两口子呀,我不帮你,谁帮你呀? 你说得好听,你帮他,你怎么帮他? 儿子,谁让你来进来的? 妈,我让他进来怎么了?她是我媳妇,这也是她的家 她的家?她换成这样,还有脸回来呀?她回来,就是拖累你,你怎么那么傻呀? 妈,你说什么呢?无论燕子变成什么样,她永远是我媳妇,我不会抛弃她不管的 就你好心是吧?当年走的时候,是怎么跟她说的?不让她出去,她非出去,这怨我呀 妈,你说什么呢?当初燕子是为了这个家,才注意打拼传业的,要是没有她,我能把果园开起来吗? 妈,你说燕子,她一个女人,在外打拼,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儿子我呀 儿子,你说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没听说一句话吗? 夫妻本是同龄鸟,大男临头,鸽子飞 妈,我们是夫妻,能同甘,也能共苦 妈,你要再这么说,你又回老家去了 儿子,你找美事来着吧,行,你的事我不管了 妈 燕子,别管了 奥迪,对不起,是因为我的事,还让你跟咱妈闹得不愉快 燕子,别管咱妈,她现在在气头上,过来那就好了 你在这等着,我去联系联系,把果园卖了 奥迪 怎么了,燕子 奥迪,你真要把果园卖了 你要把果园给卖了,你以后怎么办呀 燕子,我把果园卖了以后,我可以种地啊 我可以种地咬你啊 奥迪,我就说话跟你说吧 其实,我的公司没有破产 什么,没破产 燕子,你就算真破产了,我也不会抛弃你的,你放心吧 奥迪,我真的没骗你,是我不太没有破产,我还挣了好多钱 你还不信,你去查查,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五百万,这怎么回事啊 奥迪,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 这都那么久没有回来了,家乡的变化可真大呀 这是什么呀 衣服 燕子,你说说你图的什么呀,你是不信任我吗 对不起,我只是当时脑子一热,才有这个想法 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试探你的 哎,燕子,你说说你办的什么事呀,真让我吓死了 这个钱,你还是拿着吧,经营公司用 奥迪,这个钱,你还是留着吧 留着,在家里把你的果园给扩大了 奥迪,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 我把公司给卖了,以后我就陪着你在家里种果树 燕子,你说的是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奥迪,我当初的选择真的没有错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行了,燕子,别说了,你该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去屋里休息一下 行